欢迎收看人人都是孤独旅行家 那个 我昨天晚上都没睡好 为什么呀 我昨天晚上三点半就醒了 我看见了 你那晚还回来好多点 又干了两个小时活 然后又接着睡了睡了 来回笼 不是兴奋 你知道为什么 就是我们的那个账号 拉里大神 谁呀 就是吧 其实我们这一集的主要的内容讲是什么呢 是讲我佩服的那些北京人 就是我想讲 在我成长过程中 有几个北京人是真的彻底的影响过我的人 就是 这就是其中一位 他竟然是我粉丝啊 那是挺兴奋的 谁呀谁呀谁呀 大家可能都不知道 叫唐石增 唐老鸭 以前新华社的记者 就是那个去 那时候他出名是因为他去那个海湾战争 抱他 开车去 然后后来他得了那个血癌了 然后后来回家治病 哦 他是这么着厨的名 我 我为什么跟你说 就是这个人是我的 对啊 就是 首先我们俩算是爸同行嘛 都是跟摄影有关的 他是摄影机者 我也是一个摄影师 而且呢 都是拍那个 就那个地球的角落 对吧 都是属于这种拍地球角落的摄影师 而不是拍 城市 风光 风光 对吧 然后首先这这点是是一样的 为什么我会这样 是因为他 哦 受他影响 就是我原来根本不知道 有这世界上有一个职业叫 站地摄影师 哦 我从来不知道有这么一个职业 是因为唐世宗 我才知道 哦这个世界上有一个职业叫 站地摄影师 嗯 然后有一种生活是 男的可以开着汽车 每天 就是每年都开始汽车 到处乱窜 唐世宗算是国内最早开始自驾 嗯 然后出国自驾 嗯 他才应该是真正的自驾的大师前辈呢 就现在说好多那种自驾的那些 就是那差太远了 跟唐老师 就我那个才小孩呢 就看着那开着大吉普 出去玩去了 嗯 你心中偶像啊 什么什么各种 什么什么什么 就我去过的那些地方 就是绕着中国开 开出中国 往阿富汗开 什么的 往欧洲开 他是去的都是 比较危险的这种站 对对对 他去的站区比较多 因为他是新华社记者嘛 嗯 就是当时是这样的 就是在整个社会中 一直在大家的都流传着什么样的人 牛逼呢 就是挣钱多的人 嗯 去从商的人 牛逼的那个时候 然后北京那个时候 就是我觉得北京人有这么一股的气质 就是北京人不太喜欢那些生意人 对 北京人不太喜欢有钱人 有钱人在北京牛逼不起来 不屌 你还操 我蛋 肯定是这种 你还有钱算什么呀 对 不是谁没见过有钱人啊 有钱你还牛逼把虎工买了 你不是有钱吗 你把故宫买了呀 你不是最有钱 那巴菲特就敢买故宫一小脚吗 就故宫外边的一个 对吧 他那房子 你还对巴菲特 他那媳妇买的 对 那不是挨着故宫 那么一小房子 不也就买那么一个 牛逼你有钱 你看你买故宫去呀 你还把故宫穿搭屎给买了 所以就这就是我刚才说话那镜头子 就那德行 那就是北京人 嗯 就北京人特别特别特别不喜欢有钱人 对特别不愤他嘛 就觉得这不应该是衡量标准 对对北京人衡量什么人是牛逼人的标准啊 是像唐上灯这样的 他做了你不能做的事情 对他干了你不能干的事 而且人还不是轻松 乐呵呵的 哎我就去了去了 我回来了 我还得了一病呢 我现在还没死呢 这他妈才是北京人呢 我气死你 你看见没有 我活得多开心 这是北京人 不是说那个 我气死你 你看我我都有钱 嗯 这不是北京人 北京人牛逼是牛逼的 嘿 看见没有 老爷子我多开心 你真是 能理解了吧 能理解了 这是我特别特别派服一系列这样的人 像什么中阿成啊 唐时增啊 王世香啊 然后也得是 全一样这些人 这些人在生活中嬉笑怒骂 而且你看他的生活并不是那些住豪宅 生活其实跟咱们是一样的 就常常他们家住 柳云街街底 他们光红旁边 阁有强 跟他们光红旁 我自己家有小院 我认识他就是 其实他可能都忘了我了 我估计他跟他家我是纯日粉丝加上来的 不是因为认识我 因为那时候我在后海开酒吧 都能到到那么远 我在 对那是零几年的事 零三年零四年的事 我在后海开酒吧 然后我骑着小摩托就到柳云街了 那多近啊 我在我在阴在斜街 然后那时候 唐老师老跟他们家门口一亭子 就老头下棋那种亭子 老跟那地方喝茶 然后弄一帮这个文艺青年男女在那聊天 你知道吗 就上他那能细着果 这一会儿呢 好多小肩果上他那聊天的 然后就这么着 我听 正式见着唐老师跟他 听他聊过几次 那个时候脑子里头印下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概念 我觉得什么叫爷们 为什么你看我对M65那么熟 唐老师现在还穿M65呢 哦什么 就是我脑子里为什么有一个什么叫爷们的概念 就穿65 然后系那种围巾 脖子 你看这不都是原来的打扮吗 系那种围巾 带那样的那个帽子 然后天天开着汽车到处乱窜 对吧 我觉得这就是爷们探险去 去做一些别人干不了的事 所以我真的好开心好开心好开心 就让唐老师加了我们的节目 他对咱们节目什么评价呀 我就想知道 唐老师挺喜欢你说话的 有是吗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 好